计算部分 那首先的话 那个公式大概就这样 DMI等于什么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平方特别是 这边可能要遇到的问题 就第一个平方 那平方的话呢怎么做 前面我们上一次上课有讲到 你用乘乘二 乘乘二就是平方 乘乘三就是立方 而一直类推 或者另外你也可以用一个Mass点炮 不过那个可能要另外额外引入一个类别 那那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你用乘乘二就可以是平方 所以呢我们程式该如何撰写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把BMI计算完 第二阶段呢再做逻辑判断 OK这样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以后不希望你程式 有出现bug的话 那你可以慢慢分阶段 你不要野心太大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想要一气呵成 但是你又没有那个能耐可以一气呵成 所以你会变成说你一下写很多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 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与其这样 倒不如你就怎么样 记得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好了 等到你功力过了之后你再一气呵成吧 OK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挫折感很大 像常常我看到同学问我问题都是已经一气呵成了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真的我觉得也不好看 就是你要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然后一我们先把它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呢就是先可以做出BMI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第一阶段把BMI算完 print出来 OK好 那怎么去计算那个BMI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input 请输入体重 但是呢因为这个体重可能会有小数点 所以我们前面用了一个INT的话 那可能比如说有人很在乎嘛 他的体重是63.9好了 OK好是好是吧 那当然就不精确了 OK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担心 你会有那个小数点问题 一样嘛转型部分呢 请你把它用floater floater上个一边上次讲过 就是转换成辅点 留下小数点 所以过来的词 本来输入的是字串 比如输入63.9的前后字串 有没有前后有算号 那经过floater之后呢 他就把那个算号拿掉了 变成是63.9的一个辅点数 帮我存在W好了 因为我本来是打很长一个变数 我发现在你平常练习 干脆用短一点好了 不然我后来应该打不完 而且很容易因为变数名称打错了 有没有位置可能拼错了 上面跟下面不一样就错了 另外还有一点 那个大小写是不一样的 OK在VBA大小写是一样的 可是在那个派上里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之前的同学 奇怪老师 为什么我们这看起来没错 为什么错 我说你上面打小写 下面打大写怎么会对 OK看一看 对就大小写问题 OK想要注意一下 再来的话呢 请输入升高 不过升高呢 输入完之后我直接除以100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BMI是用公尺 那我们习惯是用公分 有没有 好像像对岸都用米 你几米我1米73之类的 有没有 他很少会用你几公分 用语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是用米 就是公尺 所以除以100 OK 那除完之后的话呢 把结果存到h 所以173就变1.73 OK 再来的话BMI公式就是什么 体重除以升高的平方 当然这地方 印象中好像这个瓜糊不加也没关系 加不加都没有 就是你加了跟不加 其实结果都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因为我有时候会习惯加 为什么这样比较好阅读 为什么 所以有同学说你干嘛加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样刮起来 我看的比较懂 有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强调 你要找一个你习惯的写法 不然的话你将来会写不出来 因为你看别人的 最后你都是别人的程式 你将来要写你就写不出来 OK 所以特别重要哪怕是 这些是我现在上课讲的 你回去没关系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成你习惯的写法 但是结果是要对的 因为要改完之后结果不对 那就不OK了 好那再来的话 我把BMI给print出来 这应该没问题吧 我把它执行一下 三行print OK 那马上会出现错误 错误在哪里呢 print之后的话呢 它出现什么 这什么错误 这边会告诉 我刚刚那个注解 没有注解到下面 Ctrl加斜线有没有 注解 OK 所以底下好像有一些漏网之鱼 知情 OK请输入体重65 假设身高的话呢是 170好了 OK 170 Enter 不过 第一个问题出现 应该是对的啦 有没有 数字没错 像刚刚好像有同学一出现 哇好像是4000多 那一看就知道后面怎么判断的 又是过重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你就要检查一下 也许你那边少除一个100 或怎么样 也许应该是那个问题 那不过 再来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你会发现小处点 这么多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取到小处点第二位就好了 总共会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run的函数 有没有 就那个run的 跟那个VBA里面不也一样 VBA里面好像有个run的 你可以讲 在这个外面包一个run的 R O U N D 应该有意象吧 VBA里面 Essale里面就有了 Essale里面就有个run的 然后你就逗点 把它刮在里面 取到小处点第二位 这样子 这样的话输出 它就会怎么样 先帮你run的到小处点的第二位 并且做输出 OK应该没有问题 按OK之后的话 一样 65 170 Enter 有没有 22.49 方法1 方法2的话 你可以用format 方法2 那我们来介绍第二种方法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paint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BMI里面的值 不要用run的 假设说我今天 我要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特别注意 一 请你先在BMI前面 加一个什么 先空一个 前面先加一个 双引号的字串 双引号字串的话 你告诉它什么 格式 这个比较像什么 那Excel里面 你按右键 出称个格式 用格式的方式 实际上第二种方法 它没有真的四舍无路 它只有表面格式化 帮你格式而已 就跟那个Excel里面 那个很像 它只是表面上 让你看到是 取到小处点 但实际上里面 还是有很多小处点 第二种方法 上面这个run 是真的已经四舍无路了 OK 那我们第一个就格式 特别说 格式化一定是 双引号里面 先加一个大瓜 然后中间加一个冒号 这是固定规则 不过稍微比较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但是这个东西 将来用到的机会蛮大的 为什么 因为跟Excel里面 按右键出的格式 到底差不多 如果你要取到小处点第二位 请在冒号后面加一个 点 2 加一个F 那这个F 有点像浮点 跟他讲说 我要输出的是 帮我取到小处点第二位 的浮点数 OK 这应该没问题 那只是说 稍微记一下 这个可能 这个格式 后面加一个点 点什么呢 点Format OK 这边又出现Format Enter好了 然后后面的话 你就把BMI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怎么样 帮我把BMI这个词 放到这一个格式里面 帮我格式化之后再输出 OK 这个方法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一样 这个 65 170 Enter 它会print两个 不过结果看起来 应该会一样 可是第一个是真的45路 第二个是假的45路 OK 这是格式 那这两个方法 哪一个 比较OK 其实看 你工作上用到 那不过 好像比较常用 应该是用Format 就跟那个Israel一样 把它格式化 大概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跟Format 差不多啦 不过我觉得因为 同质性太高 也许请各位 先试着把 这两个先试着做做看 因为后面有个person 比较像那个Java跟C++ 那个比较像 不过这个方法用的比较多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再做逻辑判断 因为如果你第一关 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那你第二关当然就会有问题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的话就是 也许这个就 我们就用第二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先把它注解掉 注解我讲过 Ctrl加斜线 这个蛮好用的 有没有 你大范围的取消 注解 或增加注解 这个是还蛮好的一招 这个把它注解掉 那我希望 假设前面 最好帮我再加什么 加一个BMI帽號 BMI帽號 这好难写 OK帽號 这样 如果我今天输出要这样的结果 甚至我希望呢 前后再加两个双眼号 BMI OK 那这样怎么做呢 第一个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前面 如果要输出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 直接就在这个里面 加上BMI BMI 然后再加一个帽號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字串 它只是针对这个大瓜谷里面的资料 做格式化 OK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输出 把它直接输出 假设BMI 一样 65 Enter 170 Enter 它输出 格式炒掉 BMI 冒号 22.49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BMI前后加双眼号的话 特别说上一半 上次讲过双眼号 记得前面加什么 反斜线 有没有 一个叫拖曳致圆 就是让它辨识说 这个东西 是我里面的双眼号 不是外面那个双眼号 跟那个外面那个双眼号 没有关系 是我自串里面的双眼号 不然的话它没有这个反斜线 它无法辨识 OK 到底应该可以理解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输出的话 这样应该就OK了 这个65 Enter 然后这边再输入一下 170 Enter OK BMI帽 好那接下来就是评语 不过评语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它能够 帮我做判断 判断部分 标准 云端就是那个 你们Google一下上面都有 所以我就把那个规则 因为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所以我把这个规则 快速的先秀一下 那里面的话不外乎就是 小于18.5就是过轻 18.5到24是标准 一些类的过重 OK 然后再来就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然后就是重度肥胖 一些类推 那你们等一下可以自己试试看看 如果说你是超过过重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那顺便一下 因为现在健康比什么都还重要 比你学拍神更重要 对有时候真的 你不要有时候写成事一写 有的时候就一做就好几个小时都不动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以前我真的年轻的时候真的一做屁股 就真的是做到天亮 我甚至还好几度是醒来的时候 是睡在键盘上面的 因为要把一个问题解决 就想不出来 到底为什么 一定 想说睡觉前如果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一定是睡不着觉 就太累了 这累到已经就睡着了 醒过来才发现 而且做梦的时候还在想神是怎么写 真的做梦的时候想出来 醒来的时候敲一敲 问题解决了 真的太 不过 这虽然很好笑 不过是真的 不过如果说你有那种 怎么样 你就是说喜欢她的话 我想你学什么都应该蛮简单的 不过我是希望说你们能够慢慢培养对她的兴趣 你才有办法持自己 不然像这种东西 谁会想要花那么多时间 那也知道那么花时间 你又不花时间又不可能学会 这种东西你说真的不花时间怎么可能学得会 那所以就是这样 你就喜欢她 然后每天 但是有个中心目标 她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好用 感觉好像就是 你很多事情就可以 一下都ok了 感觉就是 非常棒 那种感觉是很棒的 不过就是过程是很艰辛的 ok 好那刚刚标准这应该没有问题 ok 特别注意这个 冒号这个要加一下 那最后的话 我们把最后结果把它print一下 所以她会把bmi 最后再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体重一样 不过这个可能要点一下这边 不然好像会乱掉 ok 好 那她就输出了 把那个标准 不过我这边可能需要一个什么 评语 冒号 ok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格式不太ok 有没有 这边有bmi 冒号 那这边应该是什么 评语冒号吧 可是问题 评语冒号应该加哪里呢 如果你加在这边的话 它变成每个都要加 有没有 每个都要加的感觉好像有点重复性 但是你应该加哪里比较ok呢 其实应该加在这边比较ok 有没有 bmi 然后输出 可是问题这边要需要一个换行 enter 对不对 那其实enter我好像上次有讲过 其实它是什么 反斜线n 反斜线n 就是意思就是在这边加一个换行 反斜线n 然后你就可以加什么 加一个平语冒号 ok 反斜线的平语 一个冒号 ok 那这样的话把它直接 特别说关键在这里 所以这个也是拖曳字元 有没有 上次上次讲过 我们在讲义里面也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拖曳字元里面 反斜线n 这个还蛮常用到的 换行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65 enter 170 enter 这个 出来了 不过 又会有个另外的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 因为呢 print本身怎么样 它最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这个是它本身就会带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不希望它最后帮你换行的话 那你只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告诉它说 痘点 第二个参数 请你帮我把最后那个换行拿掉 end就是最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等于什么呢 空的自串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后面的那个换行 变成没有东西 意思就是说 不要帮我换行 ok 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print出去的时候呢 不要带一个enter的话 那就是加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应该ok了 把它执行一下 然后最后65 enter 170 enter 有没有看到 ok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bmi 这个前后是拖曳字元 冒号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这个 反斜线n 但是因为这边本来会多一个换行的 所以把它改成 逗点 end等于空的 就是不要换行 ok这样的话输出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试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主要就是多一个啦 就是我们了解上个礼拜 上一次讲的那个拖曳字元 里面的那个 单引号或双引号 然后还有换行字反斜线n 那如果说你print 不要带有换行的叙述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d点 end等于没有 他就会帮你把那个 最后那个enter就拿掉 ok 所以这部分试一下 那以后的话可能蛮多地方 因为我们都会需要 哪边要换行 哪边不要换行 那你就可以藉由那个 刚刚讲的部分 在综合的把它应用 就可以做出很多你要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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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